这是宫崎俊先生耗时五年的封闭之作 但是因为选题很敏感 最终成为了宫崎俊长篇电影的最低分之作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品质与争议并存的动画电影 启疯了 二郎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驾驶鸟儿一样的飞机飞上蔚蓝的天空 但是云层后面的巨大军舰击碎了他的飞机 梦醒了 二郎从小就立志做一名飞机设计师 有一天他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书 从此他的梦中多了一个人 一个叫卡普罗尼的大胡子 他的偶像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梦里他带二郎体验自己设计的飞机 二郎也提出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疑惑 近视的人可以设计飞机吗 卡普罗尼告诉二郎 优秀的飞机驾驶员有很多 虽然自己是飞机设计师 但他其实根本不会驾驶飞机 这样的梦陪伴了二郎好多年 几年后 稍长一些的二郎踏上了去东京求学的火车 他在火车的连接处翻看着书 突然之间起疯了 帽子被吹飞 一个女孩不顾掉下列车的危险 抓住了二郎的帽子 他翻过去夸女孩的身手不错 女孩却喃喃地说 起疯了 二郎也是一领神会的大道 唯有努力生存 这是一首诗中的话 女孩回车厢了 二郎还在喃喃着诗句 虽然只是一段插曲 但是女孩聘若惊鸿 在二郎心底荡起涟漪 罕见的大地震猝不及防 房子像海中的孤舟不停摇晃 地面也像海浪一样翻涌 众人从火车上逃离 二郎在人群中一回头 就看到帮助自己的女孩 跪在仆人身边 他忙上前帮忙 仆人的腿断了 他用两尺帮仆人简单固定好 背起仆人 一番波折终于来到避难所 安置好仆人 二郎顾不上休息 陪女孩回家找援手 在人群中 他牵起女孩的手 一路跑回了家 来不及问女孩的名字 接又带人反复去接仆人 地震的灾难终于过去 二郎在学校客户学习 终日与数字作伴 就连吃饭时的青花鱼刺 也被他拿去测量 他发现鱼刺的忽度 竟然和美军飞机机翼的忽度一样 但是一个包裹打断了他的研究 是女孩送来的 里面是自己的尺子和衬衣 他急忙跑出去 却发现没有女孩的身影 当年正后 二郎去了女孩家 但是大火把那里烧得一干二净 再没有了女孩的阴性 很快二郎毕业了 来到名古屋的三菱公司 和同学本庄成了同事 一同在黑川科长的手下研制飞机 他发现了飞机设计的漏洞 在工作之余进行了改进 他的能力得到了黑川科长的认同 但是他们没有时间重新改造飞机了 很快 公司研发的损失飞机 迎来了他的首次试飞 如二郎所想的那样 机翼承受不住压力 彻底粉碎 随着飞机的坠落 公司研制的小型飞机的梦也破灭了 军方要他们以后生产 德国荣克斯公司的飞机 因为出众的能力 他和本庄被安排去参观学习 走前的晚上 二郎遇到了一群挨饿的孩子 他想把手里的蛋糕分给小孩们 小孩们却惊觉地跑了 回到宿舍提起这件事 本庄说二郎伪善 他们研制的飞机的一个支架零件 就足够这家孩子一个月的温饱 他们这次去德国引进技术的花销 足够全日本的小孩 每天吃盖饭和蛋糕 但越是贫穷的国家 越需要技术 这样才能有发展的机会 德国怕他们是来窃取技术的 拒绝他们去工厂 只能带他们去库房参观 一架巨大的轰炸机映入眼帘 众人都被眼前的钢铁巨受震慑了 二郎独自来到一架小飞机前 这才是他梦想中的飞机 他刚想仔细看 却被保安拦住了 他们并不相信落后的日本人 好在最后得到了飞机的设计者 荣克斯博士的允许 乘坐轰炸机飞上了天空 他们再一次被德国工艺折服 里面的各个部件摆放有序 就像一个小工厂一样 回来后他们感叹 什么时候日本才可以追上德国的脚步 二郎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登上了卡普罗尼的大飞机 里面坐满了乘客 人们是那么的和谐 卡普罗尼安慰二郎 只要灵感足够先进 技术也会追赶上来的 二郎也展示了自己的飞机 虽然驾驶室和发动机都还没有设计 但是先进的外形得到了卡普罗尼的认可 归来的二郎被围以重任 设计航空母舰上的小型战斗机 很快飞机就被设计出来 但是是非再次失败了 他独自来到乡下散心 突然起风了 一把这扬伞向他飞了过来 他抓住大伞 伞的主人居然是当年那个女孩 二郎却没有认出来 但是女孩却认出了二郎 他们住在一个旅店 第二天在一个泉水旁 他们又相遇了 女孩转过身 害羞的不敢看二郎 二郎转世要走 女孩喊住了他 他也终于知道了女孩的名字 他叫蔡岁子 暴风雨突然来袭 两人在雨中艰难的前行 蔡岁子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二郎就像一个身骑白马的王子 出现在了他的世界里 两人走出乌云 回身看到了美丽的彩虹 蔡岁子得了结合病 是来养病的 为了逗他开心 二郎捡了个纸飞机 两人就这样玩得很开心 晚宴上 二郎向蔡岁子的父亲请求 同意自己和爱女交往 蔡岁子这时也下了楼 在楼梯上 他告诉二郎 虽然自己得了结合病 但是在火车上起风的那一瞬间 就爱上了二郎 二郎向他求婚 他同意了 但是二郎要等自己先把病治好 两人就这样约定了终生 第二天 在山坡上 他第一次亲吻了自己的爱人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二郎休假结束 回到了公司 因为西方求学的经历 他成了特工的调查对象 宿舍也住不了了 黑川就把二郎接到自己家 让二郎暂住下来 安心工作 这天 二郎突然接到了电话 是黑川科长打来的 蔡穗子父亲 往公司发来了电报 上面写着 蔡穗子可血了 得知消息的二郎 慌乱地收拾了一下手稿 登上了去往东京的火车 在火车上 他仍然不忘进行自己的研究 但写着写着 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打湿了纸 晚上 他终于赶到东京 一路找到蔡穗子家 从未上锁的后门 跑到庭院 跑进了蔡穗子的房间 然后紧紧抱住他 因为还有工作要忙 二郎不得不连夜坐火车再回去 二郎走后 蔡穗子下定决心 他要去高原医院治好病 然后和二郎生活在一起 在高原医院 每日只能靠写信来表达思念 他太想他的二郎了 他决定只身前往三菱公司 二郎已收到了蔡穗子父亲的电话 早早来到车站等候 逆着人流 他看到了他 两人跑向对方 紧紧相拥 二郎知道蔡穗子时日不多了 深情地说 不要走好吗 留下来和我一起生活吧 蔡穗子同意了 回到黑川科长家 他们遭到了拒绝 黑川科长不允许未婚男女 供俗一事 他的本意是让蔡穗子回去接受治疗 但二郎却继续请求 黑川夫妇给自己当证婚人 他要在今晚和蔡穗子成亲 黑川夫人带蔡穗子去梳妆打扮 黑川科长则训斥二郎 这样的做法不是爱情 是自私 二郎没有反驳 只是说 我和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这句话说服了黑川 梳妆好的蔡穗子来到门前 一身美丽的和服之下 真的好漂亮 举办完结婚衣室之后 两人向黑川夫妇磕头跪屑 四个人都哭了 回到房间 两人终于睡在了一起 自那之后 二郎下班回来 不管多晚 蔡穗子都会起来 帮他整理好衣物 然后躺在桌子边 握住二郎的手 二郎继续工作 他则继续睡觉 即使二郎想出去抽支烟 他都不想和二郎分开 他最喜欢看二郎认真工作的样子 就这样 二郎设计的飞机 很快制造出来了 他回到家 把这个喜讯告诉爱人 但是因为飞机是非 要在那边住两天 蔡穗子抚摸着他的头 二郎太累了 他把被子盖在二郎身上 搂着他也睡去了 第二天 二郎走了 蔡穗子也要去外面转转 其实他要回医院了 他不想让二郎看到 与自己生离死别的场面 二郎的飞机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别人都在庆祝 二郎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望向了远方 几年后 日本的侵略战争战败了 二郎来到满是飞机残骸的草地上 他好像又看到了卡普罗尼 卡普罗尼说 飞机是被诅咒的美梦 原本对天空的渴望 却造就了罪恶的战争机器 恍惚中 二郎看到了微风中 一身黄裙的蔡穗子 撑着伞向他走来 起疯了 伞再次飞向了天空 他却永远的消失了 起疯了 是宫崎骏历史五年的风笔之作 很多人看完都在讨论 二郎是不是真的爱蔡穗子 我相信一定是爱的 但是他更爱工作一些 这个形象也与宫崎骏非常贴合 宫崎骏为了自己的漫画事业 也错过了许多对家人的陪伴 甚至连母亲过世 都没有赶回去看最后一眼 拿这样一个角色 作为自己的终稿 也有一种老者 对人生致歉的意味在其中吧 穿搁 10 10 6 1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